第14题第1415题是题组下列图4到图6中电池的电压接相同并且图中的每个灯泡规格接相同请忽略电池与电线电阻回答14到15题第14题是问我们说请比较图4中灯泡假灯泡图5中的乙灯泡图6中的丙灯泡的电功率大小 那我们电功率的公式那么有好几个这题我们的总电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公式用的是P等于V平方除以R 那我们看到假灯泡它享受了一个电池电压它们有一个灯泡的电阻所以就1的平方除以1就是1 那么我们的乙灯泡这个是并联电路所以它也享受到一个电池的电压 那么一个灯泡有一个电阻所以它也是1平方除以1呢还是会等于1 那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饼那么这边有两个灯泡分享了这一个电池的电压 所以一人呢分享了半个二分之一个所以V平方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那么除以R是一个灯泡电阻1所以这样算出来呢是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功率的大小呢我们的假灯泡呢就会等于乙灯泡 那么会大于我们的饼灯泡因为我们1会等于1然后大于四分之一 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请比较图4中的假灯泡图5中的乙灯泡图6中的饼灯泡的电功率大小 我们答案选择是B假等于乙大于饼